明星歌唱类还在 超残忍歌艺对决 上周邀请到八位艺人选手们 以歌艺捉对厮杀 展开一场音乐风暴 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 上周男子组比赛的精彩时况 上周明星歌唱类台赛 男子组由王耀庆拿下冠军宝座 今天的歌唱评审有 POP界歌唱天王康康 以及LIVE演唱天后富威 明星歌唱类台赛比赛方式 两位艺人演唱同一首曲目 并挑战主唱者元Key 评审将以演唱技巧 情感渲染力作为评分考量 而今天站上歌唱类台的女艺人们 又会有什么样的激烈战况呢 女士们和女士们 女士们新歌唱的LIVE演唱 首先又欢迎的是我们的秀琴 秀琴加油 1998年以锦修二重唱出道的秀琴 和锦文搭配 成为继百合二重唱与南方二重唱后 最畅销的女生美声组合 多首经典代表作 如明天也要作伴 亲逼姐妹声 更是许多校园毕业典礼必唱歌曲 今天秀琴来到歌唱类台 能否服辅歌手身份 拿下佳琴呢 加油 加油 秀琴 唱歌唱的小小鱼能否有亮眼的表现呢 那两位呢要进入这个资格赛 谁能够进入冠军争夺战 就要看这一局啦 两位都出过唱片 会不会很担心直接被PK掉 其实挺担心 而且今天又感冒 史上有多少艺人 都是用这个来当为一个借口 但是还是会尽力 队哥 队长有话说 我其实感冒真的是一个歌手最 哪有讲的 什么时候突然感冒啊 突然有那个卷啊 你的感冒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 因为我们大家看到你都很感冒嘛 是啦 哪有选手啦 网友票选的不是我啦 网友票选就你啦 是马国贤啦 最不想看到的有 是马国贤 是马国贤 那条小玉 要挑战的是前辈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现场应该不到一百场 就是几场而已 一百场算蛮多的咧 为什么 那是哪一首歌 阿妹的歌曲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是 原 key 神伴 你要先唱还是让晚辈先唱 年轻的先唱好 让他先来是吧 好 欢迎小小鱼带来这首歌 RON ONE 小鱼 RON ONE 最后地位 演唱难度四颗星 最时的枕头晒开就好 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力去闹 依偎在你身后 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我不要你的客户 你的玫瑰 只要你好过程就爱我一点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 我不要你的承诺 不要你的拥有 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点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最怕你把沉默 当作对我的回答 好 好 好 满意自己今天的表现吗 我还满紧张 对 那个高音的地方 是不是小吐吹 我刚刚就 因为我一直在想着那个 所以我没注意到 来 大姐 是 轮到你了 刚听那张 有压力 有压力 因为其实说真的 平常唱KTV跟真的要比赛 或是站在前面要完整的唱完 还真的是不简单 当然 对 要唱得好的话 不过今天看到你 我们觉得 尤其我个人觉得特别的亲切 为什么 因为我养过Cocca 好可爱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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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好 就说纸的比较好 没试得真头晒开就好 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力去闹 我以为在你身后 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女人 原来你 怎么都不想要 我不要你的呵护 你的美根 只要你好好久就爱我一遍 就算虛弱也好 贪心也好 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 不伤害 我不要你的承诺 我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也好 就算虛弱也好 贪心也好 最怕你把承诺 当作对我的回答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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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还可以吗 有没有把自己完全发展出来 并没有 并没有 没有 但只是在控制当中而已 所以你现在就说 你只用三分的功力在跟他比赛 没有 因为要让声音不要破 但是又不能太虚 但是又好难喔 两位评审老师提出你们对刚刚的说法 其实我本来期待这一组啊 因为两位都发过唱片啊 但是又在戏剧上 现在都很有发展 我本来以为在舞台上会有很多的表情 可是这样子看过去 其实这首歌表现得很淡 能不能副歌 请副威老师帮我们唱一下就 哪个女人对爱那一首 只要你好好拒绝爱我一点 就算虛弱也好 贪心也好 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 好 好可怕 好可怕 你刚刚那个唱我们是真的吓一跳 歌手里面大概只有他一个 可以站着跟 跟作者是一样高的 你不能看我自己下一个 你都比较高 好欢迎嘛 对 康老师 我真的觉得来参加这个比赛啊 比这个有台的那些什么超儿啊 还有那个超儿啊 那一些比赛还要可怕 可怕 因为他们那里没有憲哥嘛 人家人家很认真在唱歌 他们憲哥跟孩子一样 几个在后面玩 秀琴在唱的时候是在笑 她的声音是哭的 她声音是哭的 但是她脸是笑的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難度很高 因為真正的歌手遇到任何状况 你都是要继续表演下去的 很专业 两位当中只能有一位 进入资格赛 好不好 到底哪一位能够具有挑战的资格呢 the winner is 秀琴 yes 耶 谢谢 真的 真的 我好心虚喔 OK 你觉得今天为什么会输掉 我觉得我唱得 比较没有那么有点 因为秀琴 第一句一出来 然后就会让人家很如痴如醉 好 恭喜你 暂时入围 好 请旁边休息一下 好 初赛第一场秀琴虽然感冒不适 但凭着多年累积的演唱技巧 仍然急退几手小小鱼顺利晋级 下一组宋欣妮和瑶瑶的对决 又有什么火花呢 资格赛挑战的部分 首先 是我们的 宋欣妮小姐 2001年宋欣妮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I'm 宋欣妮 并且抢下梁永齐代言的水果产品 成为歌台新一代田姐儿 今天的演唱擂台赛 宋欣妮是否能够发挥实力 夺得好成绩呢 咱们右手边的是我们 咬瑶 咬瑶 2005年参加素人选秀节目 出道的咬瑶 以较好的身材 与异于常人的枯弓 活跃于各大节目中 曾经想努力发片的精神 能否在今天的擂台赛中 受到众人肯定呢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当然是资深的前辈 对晚深后辈 对 好不好 两位的比赛大家就是非常想看 那欣妮先来好了 好 今天妳对她会有紧张吗 我 我没有听过瑶瑶唱歌 但是因为我是今天真的感冒 重感冒 我感冒从来没好多 我从来没好多 我从来没好多 最主要是裁判长可能会不公正 为什么 裁判有个人喜好问题 对 不为妳就应该要放下成见 不能因为人家漂亮或者高 或者是丰满 就 蛤 我们待会不管怎么比 我们就让她平手 我最后看裁判长怎么说 各位 比赛是公平公正又公开 所以 心里小姐 请先 Round 2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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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挑战的歌曲 是张慧妹1997年的作品 《听海》 阿妹深情而且具有穿透力的演唱 赋予这首歌曲强大的生命力 坦承张慧妹的抒情代表力作 本歌曲演唱难度四颗心 听海 最新告诉我今夜 你想要梦什么 梦里外的我 是否 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不靠近 听 爱哭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冷静 可是泪水 就连泪水 也都不相信 听 爱哭的声音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悲喜的甜蜜 这封信给我 就当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真的感到好不错 没录到 感觉还可以吗 我第一次抖这么厉害 这紧张 很紧张 对 因为紧张 这个终究是有比较的一种比赛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好不好 已经表演完毕 就算是成功了 请你回报做休息 好 加油 OK的 OK的 我今天心里面 怀抱着很怪异的心情 因为我没有听过瑶瑶唱歌 到底是出来会惊为天人 还是会惊为天人 不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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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惊为天人有两种嘛 不像一样 好 我加油 好 我加油 努力 请准备 认真 听喊 音乐 加油 梦里外的我是否 都让你无从选择 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不靠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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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很冷静 可是泪水 就连泪水 也都不相信 漂亮 加油 请你 Obrig 沒哭的聲音 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被祈禱甜蜜 寫過信給我 就當最後約定 說明在離開我的時候 是怎樣的世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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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沒有啦 大家不要誤會 我們 我們 我們丟毛巾是要讓選手擦汗用 對 對 來 那個評審老師 我們請富威老師 給我們說明一下 我很驚豔是悉尼的部分 他其實你的高音是會到的耶 只是你沒有信心所以會飄 聽 還哭的聲音 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悲喜的甜蜜 那搖搖的部分是 可是淚水 就連淚水也都不相信 只有那句是 音都是準的 其他都會有一些跑掉的 他今天是 你可不要亂講 你可不要亂講 盛酒 你真的幹 那一句很準啊 而且很有感情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安靜 可是淚水 就連淚水也都不相信 漂亮喔 他有二十句只有那句準的 其實瑤瑤是我認識他 今天是唱得最好 因為瑤瑤平常講話 他的Pitch就不準 連講話Pitch都能不準 我很認識 他的音質 我抖音 好 各位 豐窮匕首劍 荊蚵刺勤王 兩位請準備 The winner is 洛欣妮 恭喜 謝謝 但是不要緊 至少觀眾的呼聲 都在喊你的 謝謝你們 我愛你 人氣表現了 好 欣妮 恭喜了 現在有可以挑戰冠亞軍了 好 好不好 第二回合 宋欣妮雖然高音唱得有點硬 但是碰上只有一句唱得準的咬牙 算是輕鬆獲勝順利晉級 而接下來和秀琴的冠軍爭奪戰 可就沒有這麼輕鬆喔 秀琴 小姐上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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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哪一張好順利的出道 謝謝千里眼順風了 這邊很強喔 超強的 兩位要用三首歌 好不好 妳剛剛看她這一段比賽 她心裡唱得很好 我剛才跑來跟她說 我為什麼妳唱得很好 對 她給我鼓勵 可是因為秀琴就是我的偶像 真的嗎 對 她們在團體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 在銘歌木吉他的時候 相當不錯 先禮後兵 立刻帶來振服這一首歌 好 加油秀琴 加油 Round 3 面對強勁對手 有縱心靈異秀琴 能夠心聲奪人取得受傷嗎 加油 加油